我們兩邊相比 這是卡套正面 卡套反面 有看到差異了嗎 哇 太漂亮了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BOYS LIVE 我是任哥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是 寶可夢專用的保護套 以及大卡片遊戲 也可以使用的保護套周邊 我相信各位專業的玩家 職業的玩家都對於卡套有自己的要求 那我今天將推薦我自己喜歡的 以及常用的規格給大家認識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請記得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打開鈴鐺 才會錯過我們最新更新 我們即將開始囉 好 那我先介紹我常用的第一款 這個是 圓角保護套 它跟一般的保護套就是 第一個它是第一層規格 就是裝在最內層的 第二個它是角式圓的 它並不會刺人 所以你在不論是放卡本或是放卡套的時候 它都可以很划順的直接裝進去 那我來示範給大家看 當我們卡套裝到底的時候 它的四邊是完全圓虎的 所以我在裝卡套的時候其實是可以很快速的 直接進去 滑順 不會有任何卡住 不用喬角度 然後入卡本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可以很滑順的進去 所以我在初期都是用這個 那為什麼說初期呢 因為其實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接下來就是我常用的第二款卡套 這個叫做圓角橫路套 那我們在打牌的時候 如果玩久了 洗牌 不論是切牌動作或是卡牌動作 那其實卡套都會走位 因為它是直的 直的沒有辦法避免 你們會發現 總是會跑位 會多一小層出來 那我們就要再推回去 然後又要再裝回去 那如果今天只有一兩張就算了 慢慢喬 可是如果今天很大量 每一張都跑出來 那如果當你的卡片是很高單價的西遊卡 你又捨不得在這邊敲 那就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所以 我後來就改用了這款 圓角橫路套 它一樣四邊是圓角 中路是一樣很圓滑滑順的 但是差別在於 它是從側邊拉路 從側邊插路 所以它在上下是不會有問題的 不會滑動 就是從橫邊插路 所以在裝入大套的時候 也不會有跑位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有在習慣使用內套的話 打牌習慣有在使用內套 那我就很推薦這一款 因為第一個它滑順跑路 第二個你打牌打久了不會跑位 如果你個人有在用內套的習慣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會是第一手選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下一個 這個是KMC的霧面保護套 一般它是使用在圖案的最外層 就是你們裝了一層圖案之後 最外層的透明套 因為有些人喜歡 它喜歡磨砂感 因為它不會滑 不會洗一洗 散落一地之類的 不會發生這種嚼勁 那它跟我們一般其他廠有什麼不同呢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 首先我們先拿出其他廠家的來賓 然後再拿出這個KMC的卡套 那我來比透光 它在我手上是很明顯的 右邊是其他廠家 它一樣是磨砂面 那左邊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KMC 也是磨砂面 但是它的透光度其實差很多 如果你有看到我的掌心的掌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一邊是烏烏的 然後一邊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另外一面 那我們實際上套上卡套來看看差異 首先我們先套上其他廠家的 這是我們以前傳統在用的 整個就是霧霧白白的 那我們特地精挑細選的卡套 我覺得其實這樣就是很 就很可惜啦 你特地挑的卡套 卻沒辦法展示出它完全的魅力 與其這樣將就 那我就用無顏色套就好了 我就用素面套 全藍或全黑全白都可以 我就不需要再買一個漂亮的卡套 然後再裝一個霧懵懵的卡套 所以我們現在要比較今天這個 這個KMC卡套 接下來是KMC的卡套 看到嗎其實色差並不大 正面 反面 我們兩邊相比 就是卡套正面 卡套反面 有看到差異了嗎 哇 哇 太漂亮了 接下來我介紹最後一個卡套 這個也是我滿常在用的 當我的牌組 如果都是高單價 或是稀有版本的卡片的話 那我其實就會選用這個卡套 因為它就是標榜它就是最硬 那也比較不怕玩牌的途中 減少損傷的風險 然後以保值我的卡片 它標榜最一段我們來看看 它有不硬 它其實看起來是有點厚度的 那 我們可以從它回彈的彈力 看出它其實是 滿厚的 先一般比起來 它其實是有很明顯的彈力 那我們實際裝上來看看 它的優點就是它相當的厚 它可以完全的包覆你的卡牌 然後用它的厚度來保護你的卡牌 減低卡片的損傷機率 證明它的保護能力 它是可以讓你很放心的使用的 然後這個動作是個壞習慣 大家不要學喔 這個是很騷擾對手 這個叫做刷牌 不過自己不是蠻喜歡的 但是不要像你的對手使用 除非你不想跟這個對手玩牌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我的介紹跟你的需求是混合的話 那你可以參加我們下方的資訊欄 下面會有貨滿資訊 或者是直接到你下門市直接下學 那如果各位還要想看的節目 或是開箱的機場 歡迎在我們下方留言喔 最後不要忘了記得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 才會錯過我們的更新 那我們VS Live 下次見囉 掰掰